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這段影片想跟大家分享上半年2018年我最喜歡用的十樣化妝品 其實2017年我最喜愛的十樣化妝品我依然很喜歡用 但沒理由重複又重複跟大家說 我這段影片會跟大家分享一些這半年我買了超級喜歡用 或者一些我本身已經有但2017年我沒有提及過我很喜歡用的化妝品 如果你有興趣看這個題目的話就要繼續看下去 很多產品都在每月最愛分享過 因為我沒有騙大家 我真的非常喜歡用 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才會放在每月最愛 第一件是TOOFACE HANNOVER PRIMER 這個HANNOVER PRIMER 真的用雙逢恨晚去形容它 我沒有想過自己原來會這麼喜歡這個PRIMER 它是非常持久的 會令妝品很貼 而且你用了它之後 很多底妝你化上 全天都不會覺得乾的 這個是真的神奇PRIMER 對我來說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不太喜歡用PRIMER的人 我覺得是多次一句的 但自從我買了這個TOOFACE的PRIMER之後 每一次化底妝 每天化妝 我都要一定用到它才會覺得安心 因為它真的可以令到我的底妝耐久 我忘了之前的影片有沒有擠出來給大家看 它是一個白色的LOTION狀 它塗出來絕對不會有任何調色的功效 就是一個很稱積的保濕Nourishing的PRIMER 它會令到你臉上底妝更加設定得漂亮 然後更加貼服 如果你想找一個提亮 有得防曬的PRIMER 它就不是的 但如果你想找一個令底妝更加持久 更加貼服 保濕效果可以延長的話 這個就是你的perfect choice 講完PRIMER之後就講粉底 我想在這半年的頭幾個月 我都沒有想過它的出現會令到我有這個驚喜 就是Dior Backstage的Face & Body Foundation 這個粉底我覺得是刮目相看去形容 好像上一次的Foundation Review這樣說 它是非常非常持久的 特別適合夏天使用 冬天的時候它應該不能進入我的最愛 但這個夏天我真的不能沒有它 因為它真的防汗 防得非常好 它可以令到你全一個妝都完全不會掉 你流汗滴汗 汗是透明的 你用紙巾抹都不會印到粉底 我真的覺得它很厲害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要想了 趁現在夏天趕快飆出去買 我覺得你再過幾個月買到冬天的時候 就未必適合用了 在2017年我是很喜歡用10200的眉粉 但是自從3月我去完韓國買了這個 Apple的眉粉盒之後 我就貪身亡救到一個點了 我就已經沒什麼再用10200的眉粉 我把那盒眉粉放在我男朋友家裡 在他家裡化妝的時候才用 3月到現在它已經用到貼片均 已經是鍵底 可想而知我用它的程度是很頻率的 為什麼它會打敗到10200的眉粉呢 首先它只有兩種顏色 我覺得其實畫眉兩種顏色就很足夠了 如果你不會用它來做避影的話 一深一淺就是最好的 而且它這兩種顏色 它畫出來的眉是非常柔和之然 最重要是它這個眉掃是非常好用的 它是很結實的 畫眉是可以畫到線條很利落的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的 它這兩格粉其實它們的份量是很足夠 我想這一盒都可以捱在未來的半年了 很少那個眉粉是會這麼大容量的 兩格都是超大 它是有我一折手指多一點 差不多兩折手指那麼大的 所以是很划算用的 我想它不用50元就買到了在韓國 之後就不是很陌生的了 大家經常都聽到我去說的 就是CLINEC的小花胭脂 而我最喜歡的顏色就是colarpop這顏色 本身我也很喜歡peach pop 或者melon pop這些顏色 其實我也覺得很漂亮 但是這個colarpop的顏色 是其他牌子的胭脂沒有特別出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選一個顏色很特別 而又很漂亮的話 我就會選這個colarpop了 我現在去掃一下 看看上臉給大家看 這隻顏色呢 你會看到它是紅得帶一點啡 然後塗上去 是可以做到這個縮罪的感覺 很容易 但是我這麼黑就比較難縮罪了 而且它這隻顏色呢 如果你再白一點 它會非常非常顯白的 但是這隻顏色其實都很顯色的 所以你只要小心一點 輕輕地掃上去 如果不然就會有一點太over的感覺 反正都是說一些沒有驚喜的東西 不只再說這個了 就會是Becca的highlighter 我也不太多說了 因為今年我已經說了它很多很多次 所以我有多愛它 有人會問它出了這麼多顏色 應該選哪種顏色是最美的呢 如果你是一般膚色的 無論你是偏白一點 偏黃一點 或者偏健康一點的話 Moonstone的顏色是非常適合你的 它是很百搭的 但是如果你說我是很白的話 你就可以用Vanilla Crosse的顏色 如果你去到我這些非常健康的顏色 我就很推薦你會用OPPO的顏色 因為OPPO這顏色是比較有一點古銅的 它不會過份白的 你會看到它是有些香檳的顏色 但是highlight的效果做得很細緻很Smooth的 不過有一個小小的注意 就是如果你毛孔非常粗大 有這個問題的話 這一款也有很多不少會顯毛孔的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不是太多毛孔的問題 如果你化了上面 它就會做到一個很漂亮的水波效果 說到閃的東西 就不要讓它停了 如果你說今年我超喜歡的一個閃粉眼影霜的話 就一定是Steela的這個眼影霜 它是非常浮誇的一個閃粉 你會看到它的閃是閃到宇宙 我想你在月球都會看到它的閃 當你放在眼上 你想別人不看你的眼妝也不行 因為真的很閃 就算你這樣推開它 比BECCA這個 你會看到它的效果會更顯絕 更加耀眼 所以這個閃粉眼影霜 真的是我上半年非常愛用的眼影霜 其實大家經常看到我的影片 眼睛閃得很厲害的話 很多時候我都會用它 而另一個 其實是我從去年都已經非常喜歡用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又沒有特別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Colourpop的Supershot Shadows 顏色叫Amaze 這隻顏色其實是我一直最愛的 你會看到又是了 我已經用到見底 Colourpop的Supershot Shadows 它的質感是非常特別的 它有點像Mousse 它一開始用的時候 是軟軟的 很有趣的 之後它慢慢會乾一點 如果你去到很乾的時候 就是差不多要扔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香檳金色 也是非常漂亮 而且閃亮的 但是它沒有剛才Steela那隻那麼厲害 而且它這個質地做打底是一流的 所以如果那天的眼妝 我真的不想化太多顏色的話 你只要加這個一點 再畫一條眼線 用深色的啡色blend開它 你就已經可以出門了 之後就上那個Mascara了 其實我覺得Mascara是有點心虛的 因為我從來都做不到 給大家看這個太陽花的效果 我是睫毛條件非常之差的一個人 對 我的眼睫毛是又短 又塌 又不囂 都不算稀疏的 不過我經常都不小心 拔斷了它們的一個人 所以如果你說以效果來算 我就應該燒不著大家 但是我也很想推介一個Mascara給大家 就會是這一款紫紫藍藍色的Dolly Wink Mascara 這款Mascara為什麼我要推介給大家呢 就是因為一個很大的元素 你知不知道塗Mascara最忌惡的是什麼 蟑螂腳 然後越塗越粗 然後再黏一塊 然後很噁心 這些一切都不會發生的 但是也不是最大的原因 塗Mascara最忌惡的是打蝦刺 你們有沒有試過很努力塗Mascara 塗到眼睫毛很漂亮又囂色又太陽花 然後鼻子很癢 然後黑痴之後 整隻眼的眼妝都落過它 因為Mascara是黏到周圍 都是黑色之後 人是崩潰的 而這個Mascara最大的優點 就是它光束變乾 我告訴你 你只要塗上去 你立刻打黑痴也好 因為我真的試過 它是不會染到你下眼皮上眼皮 都是Mascara 它真的會立刻設定好 所以如果你都有我這個問題 就是塗完Mascara 很喜歡眨眼 然後很喜歡 不知為什麼 黑痴一定要在塗折毛的時候來的話 那你真的要試一下這一款 這一款是不會令你出事的Mascara 之後就想說一個唇部的產品 我不知道你們猜不猜到 雖然我有很多唇膏都跟大家推介過 但是上半年我最喜歡都是3CE的 這個Lip Velvet的顏色是Persistent 一個很漂亮的紫色 為什麼我會選它呢 因為我覺得一個很漂亮的紫色 唇膏唇彩什麼都好 是很難遇到的 其實是很容易變中毒 而這個紫色的液體唇膏 是很令人容易接受 然後連男生都不會覺得你是中毒嘴唇 我覺得它真的很厲害 而且它的質地是我超級喜歡的私用質地 你塗出來的時候 那種顏色是非常漂亮 非常Smooth 和好像提紙一樣的顏色 所以我自己真的很推介給大家去用 如果你沒有用過3CE的這一款Lip Velvet 你一定要去Counter那裡試一下質地 包你一試愛上的 這條影片好像說得有點急 因為我的相機一直在斬 最後一樣 第十樣 就是這個 淘寶的碎粉掃 雖然它是仿Sephora 91號式的掃 但是一個是三十多元 和一個是三百多元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沒有理由不去買 我已經推薦了很多朋友去買 它是完全不脫毛 你只要這樣拿 它也是完全不脫毛 然後它的抓粉能力是剛剛好 不會說拿得太多碎粉 令妝好厚 也不會說拿不到粉 它不會浪費你很多的碎粉 然後它是超級無敵的 你每一次化碎粉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有個幸福的感覺 所以我真的非常推介大家去買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記得按鈴鐺去看看這個數 你買了也是不會後悔的 好了 我飛快地跟大家分享了 我2018年上半年很喜歡用的十樣護膚品 希望你會喜歡這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